这些年发生这么多事情 假如突然知道真相 他肯定接受不了 这件事情 你不能怪他 我怎么会怪佳佑呢 都是我的错 林军 你更没办法去 林军和你离婚 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怀孕的 他不敢告诉你们真相 那是因为 他怕你们王家抢走佳佑 我怎么会抢走佳佑呢 如果我当初知道了 敏军怀了我的孩子 我一定不会牵牵我妈妈 让他离开王家的 王先生 你说这种话我都不同意 你的意思是 敏军现在生了儿子了 你可以接他回去 如果他没帮你生这个孩子的话 你是不是一辈子就不理他呢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王少华 你太自私 当初 敏军被你赶出家门 有家不能回 他那时候是怀的孩子 这么多年 他把孩子生下来 寒心入苦地把他养大 他受了多二五 他吃了多少回你知道的 王少华 你们王家 你们王家太过分了 我知道我现在解释什么 都是多余的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做到一个父亲 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 这么些年我跟佳佑之间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阴差阳错 还是老天爷故意地惩罚我 所以我现在想做的就是弥补 刘先生 你是做老师的 是吧 你能不能把我当成一个 一个不好的学生 你帮助帮助我 帮帮我 好吗 对不起 王先生 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我们都是男人 男人犯想的错误 他应该自己承担 我当然会自己承担 但是我希望你 我拜托你帮我 让我先见见敏君 行不行 不行 这件事情 我帮不了 你是不愿意帮我 还是帮不了 我问你费什么话呀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佳佑是很好的朋友 从小一块长大 我跟她的感情 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要是碰到佳佑 我就跟她讲 让她认叔叔做爸爸 也不要认你 我情愿她叫叔叔做爸爸 你你说得真好 叔叔 其实不管是加油 还是明君阿姨 我们一家子 过得可开心了 而且阿姨 马上就要嫁给我爸爸了 所以以后 你不要来认儿子 认老婆 而且这样也不欢迎你 你还是走吧 王先生 您请便吧 赶紧走吧 刘先生 我还是要拜托你 刘先生 我还是要拜托你 小丁 谢谢啊 以后的客人 不能这么没有礼貌 叔叔 对了他这种人 就应该这样啊 他让你家又尝了多少苦头啊 我们干嘛给他好脸 行了 你们俩听着 这一点事情 是明君阿姨家里的事情 我们都是外遇 不能够 知道了叔叔 可是叔叔 我们什么时候 把加油接出来啊 我好久没看到他了 我就快想死他了 俗话说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 这么算的话 咱们都几年没接着他 这么久啊 行了 小丁 你和加油那是最好的朋友 加油一出来 你马上去接他 叔叔 这个包在我身上 感觉好点了吧 休息了一会儿 感觉好多了 来 慢点啊 你不知道加油 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个你就放心吧 我呀 让小丁和萱萱啊 接加油去了 丁丁他们去接他了 你怎么不把我叫醒啊 应该我去接他呀 你的伤不是还没有全好吗 你看你的膝盖 行动还不是很方便 让小丁和萱萱接就行了 你看我的腿都能活动了 真的没事了 应该让我去 你看小丁他们去接他 他一出来没看见我 他肯定以为我不疼他了 你想多了 不会这样的 加油一定知道你是最疼他了 萱萱啊 最近事情 等加油回来以后 你慢慢和他解释 不行不行 我 我不继续得去接他 你就别去了好不好 不行 天想 我求你了 你就让我去接他吧 好好好 那你慢点 我扶你 慢点慢点 慢点 我没事 我 我一直在门口等着你 明君啊 我没跟你说 其实昨天他就来我办公室找过我 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 我去找过你妈妈 找过刘先生他们 都不肯帮我 所以我就想到 到你家门口来等你 等你开了门 可以听我的忏悔 忏悔 我的车撞了你 我把我的孩子加油 告上了法庭 虽然这一切 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都是我的错 你把加油告上法庭那天 我跟你之间 就无话可说了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加油的感受 对 加油 加油 我们的孩子 所以我想弥补他 弥补他 你怎么弥补他 从小你们就有冲突 你就一直在打击他 这些我都不知道 是 是我没告诉你 加油是你的孩子 可是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现在又把他告上了法庭 你怎么弥补他 孩子没有错 都是我的错 所以孩子不肯认我是应该的 但是我 我就一个请求我 能不能在这儿等我的孩子 回来 我看看他 没有这个必要 我就看他一眼 看加油他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看见他我就走 行吗 明君 让不让他在这儿等加油 我考虑一下 我工作室那边还有些事情 让我先去忙了 谢谢 还这么说 如果等嘉宜回来 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 要不要给我打电话 还有 有些事情 不能信我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 我不可 我不可 我想听你跟我说说 家要从小到大发生了一些事情 不管你们成不成人 他都是我的儿子 不管你们成不成人 我想知道她小时候是不是很像我 她是不是跟我一样 有好多东西都是不吃的 她是不是 请坐 小小姨 你家有小时候肯定很像我 她是那么倦 加油 让我看看 你受委屈了 我呢 我 小心点 我看看 不哭 别敢这样 我妈怎么没来啊 阿姨啊 在家里面呢 我们怕阿姨看到你太激动 所以叔叔让阿姨在家等着 我们负责把你带回去 对 王小华跟我爸爸说 别提那个人好吗 萱萱 不该说的话不该说 不说了 不说了 对不起 好 加油 我们走吧 干嘛去 回家呀 不想回家 你不想回家 为什么呀 加油 可不许想好好脾气啊 走吧 我真不想回家 没事 再走了 萱萱 我真不想回去 你想爹爹 何去以后 我怎么面对我妈 我妈怎么面对我 我又能跟我妈说什么 加油 我也明白你的感受 我知道 你一定是在生阿姨的气 怪阿姨没有把你的身世告诉你 你也一定在生内王上花的气 怪她为什么这么对待你 那叶琳也真是 说什么时候结婚不好 非要在这个时候 和那王英杰结婚 你干出什么 对了 你还不知道这件事啊 你 你怎么那么快呀 你是 兄弟 你把话说清楚 说清楚 加油 你先别激动 反正这件事情 你早晚也得知道 就在你被关进去的那段时间 王英杰的奶奶 为了让王英杰娶叶琳 所以才会对你提出控诉 我跟丁丁去找叶琳问个清楚 结果确定她确实要跟王英杰结婚 我不可能 这不可能 叶琳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加油 我知道你性别不好受 可是这件事情 是我和刘萱亲眼看到 我想这件事 一定是王英杰一手策划的 你想想看啊 只有你被关进去了 你才不会打搅到他们的婚礼 这可惜造化弄人 我想那王家 可能做目都不会想到 你竟然也是他们王家的子孙 真是笑容 既然如此 我只有祝福他们 我只有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家佑 你不是说过特别喜欢叶琳的吗 我跟钱 叶琳 家佑 你不是说过特别喜欢叶琳的吗 你们来干什么 家佑 家佑 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 家佑 是啊 家佑 我们是亲兄弟 偷封应我们的亲兄弟 我不承认 姜佑 姜佑 王英杰 我曾经说过 你是我可敬的对手 是很优秀的人 我真心希望有你这么一个大哥 你不用希望 我就是你亲大哥 我不会认王上皇 永远不会认 所以 我也就不会认你了 家佑 上一代的恩怨 我们兄弟之间 有必要去计较吗 你知道吗 奶奶现在在家里 哭得特别地伤心 特别地难过 奶奶说了 她如果早知道 你是她的孙子的话 她绝对不会这样顿瘾 家佑 奶奶是真的很疼你 很爱你 爸爸也一样这么爱你 你听她说的是什么话 你听她说的是什么话 早知道我是她孙子的话 她就不会这么对我 是啊 她自己的孙子 怎么对待她 她都可以原谅 换对一个外人 她就让她做一辈子老 死在牢里 这种人物是绝对不会认的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会认 加油 你先别生气 你听我说一句公道话 这件事情 不怪奶奶 也不怪爹地 要怪 要怪就怪命运弄人 你说怪命运弄人 是吗 命运 谢谢 生起来就是好命 富贵命 而我 生起来就是坏命 贱命 我有什么资格去怪命运 家佑 不是这样的 你跟王英琴 天生就是一对 天生就是要结婚的 所以我只能祝福你们呢 不 家佑 不是这样 你不要说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 王英琴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你们很般配 你们就应该结婚 就应该在一起 我只能祝福你们 但是对不起 你们的婚礼我不能参加了 我只能在这儿对你们说一声 恭喜了 家佑 你听我解释 不是这样的 不要再说 我还不知道 他是我大哥的时候 我都可以成全你 现在 我也真心地承认 他是我大哥 所以 所以 我更要祝福你们 婚人白头衔了 我现在特别地美 特别特别特别地美 我只想一个人待会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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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林 别再叫了 家佑是不会再回到王家去了 请你以后不要再找他